Hello, 大家好, 我是 Bright Time 又是我誠實地產仔 今天應我們的客人要求 來到百明漢市一個著名的區域 Hall Green 看一個 New Build 項目 相信大家都知道蘇利湖在哪裏 蘇利湖十分鐘車程 就會過到Hall Green 這一邊 就是有一個新的 New Build 項目 New Build 項目是大家熟悉的 Barrick Home 和 David Wilson Home 基本上是同一間 只不過是同一個地盤 有很多房子一起去發賣 現在我們先和大家看看 David Wilson Home 一間獨立屋 價錢大概是四十萬磅左右 Barrick Home 和 David Wilson Home 兩個都有同一個屋子 但價錢上面會有少許分別 我們先看看 David Wilson Home 沒錯 說的是百明漢 B28 區 Hall Green 的 Tentree Place 發展商是擁有四十年建築經驗歷史的 David Wilson Home 實力資源就不需要多說了 而根據 White Roof 上面的數據 Hall Green 已經成為了全英國其中一個 最熱門的置業地點 好區加上絕頂發展商 似乎是沒有得輸的組合 至於校網方面 附近六間小學全部都在 Office 裏面 Outstanding 或者 Good 的水平 其中以 Accor Green 成績最好 在全國排行頭14% 而中學方面 一米以內四間學校都是 Good 的水平 其中以 Hall Green 成績最好 在全國排行頭30% 校網方面算是不錯的 Postcode B28 8SN 如果就這樣看 Google Map 的話 你會發現地盤好像什麼都沒有 但其實現場已經建成為數不少的房屋 當然是因為 Phase 1 早已賣光的關係 今次要推介的就是一間兩層三房獨立屋 The Hadley 現在賣的是203號這個單位 全屋實用面積1,000呎 花園向東連兩個停車位 售價是 435,000 鎊 比起另一間 163號這個單位 雖然是同一隻職 但花園向北 而且在鄭收垃圾地點 售價還賣 437,500 鎊 203號單位當然更加優勝 好 立即和大家入屋看看什麼環境 這隻職最好的地方就是客飯廳分明 樓下有洗手間 飯廳裏面也有多一個 Utility Room 可以直接開門出口花園 而樓上兩間 Double Bedroom 其中主人房是吐廁 第三間房亦可用作 Single Bedroom 三間房的 Size 都算不錯 門口進來正對住的就是一個洗手間 雖然真的很小 但性在夠實用 不用上上落落 如果像 Showroom 一樣 加上鏡子 看下去就沒有那麼小 再主進來就是客廳的位置 CC精精 非常容易擺位 一邊廠可以放到電視櫃 另外三邊都可以放到沙發 而且有兩線窗 採光度大增 日後就可以節省不少電費 而樓梯的另一邊就是飯廳 就這樣看下去可能會說 嘩 這麼小 都放不到一張六人餐桌 但坦白說 大部份新樓設計都是這樣 舊樓感覺大一點 是因為很多都做了 Extensions 反而 Open Kitchen 煮飯的時候 就沒那麼悶 對嗎 而我最喜歡就是飯廳後面的 Utility Room 除了可以把洗衣機放進去 以及把一些不等洗的東西放進來之外 更加可以用來做個 Coffee Bar 早上在這裡沖杯咖啡喝 然後在這個側門開出去走到厚花園 拍張照 打卡 哇 這些就是生活態度 不過大前提是你要有心機 做到好像 Show Home 這裡這麼漂亮才行 樓梯上來一樓就是房間的位置 先看第一間客房 放到雙人床三邊落床 而這對門裡面其實是樓梯頂的位置 用來做了一個儲物室 都善用到的位置 而衣櫃就做了在床的旁邊 作為客房算是很闊落 而房間旁邊就是 Family Bathroom 這間是做浴缸的 而且是名次 感覺不錯 而另一間客房就是單人房 放到單人床 亦都可以放到一個小的衣櫃 可以用來做兒童房 或者用來做 Study Room 都可以 最後來到主人套房 由於衣櫃位是做了在門的後面 所以房間裡面看起來就很闊落 整體來說 這間售價43萬5千磅的獨立屋 The Hadley 在百明漢裡面 以這個區這個發展商 確實是不錯 當然除了這個職位之外 還有其他不同種類的房屋 同時在販賣 各位朋友 歡迎立即聯絡在 Bright Time 記住這個世界是沒有原味的屋 只有適不適合進來的屋 我是承擇地產仔 我們是 Bright Time 我們下家屋再見 拜拜 晚安 下次見 字幕前 字幕阿民陵 by bwd6